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來過高雄非常多次 不管是拍戲或是主持 但是我其實都一直覺得高雄 就是一個很豪放的一個城市 這高雄人稱港督 而高雄港總是全台灣的第一大港 所以很多景點都跟港口有關係 不過以前的高雄 不是誰做這種的喔 佛二 戰樂庫 以前那個都是近期的 我們近期都不可能近期的 一般人都不能近期 現在就是光榮碼頭了 你有看到很多人在那邊欣賞風景對吧 但其實呢 這裡以前是運載金馬軍官 還有軍方物資的一個軍事重地 它是沒有開放的 但在2005年呢 它就工程生退了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機會 可以一窺它美麗的風浪 在高雄港封閉了長達38年 所以對很多老高雄的難說 港口真的是最遙遠的距離 不過呢 浩賀仔在近年來 它慢慢的開放了 而且呢 也轉型成為了觀光的港岸 今天我們要來好好的探訪一下 這一座美麗的城市高雄 我想要找一個很神秘的東西 這我從來沒有看到本人 它叫做大魚騎 哈囉 小黎真就是我們的師父 我是打雜的而已 打雜的 我是這裡的保全 那我要試這個蓮藕粉做 珍珠 我們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對啊 蓮藕粉做 用蓮藕粉做 對啊 港多南海海海 對 我在圓一個夢 圓一個紀錄台灣在地精神的夢 我再找一種高雄限定的體驗 跟著小黎一起出發吧 拿著佛林練湧春 認識很有高雄味的港式湯水 前進海港第一線 體驗快收市的大魚騎文化 到央仁波奶茶街 開杯上天年的蓮藕珍珠奶茶 這是一趟新舊交融的港都之旅 出發走往個方向走 我們到高雄去 央仁 以前是一個叫做央仁波 就是指曬岩的地方 那時候要開挖這個高雄港 他們就把這個挖港口的泥沙 拿來填平沿田 變成了新生地 後來日本就把他們的市政中心 移到了這個地方 因此 楊丁波就是當時高雄 最繁榮的地方了 你知道嗎 以前的商家 他們要取得 過來的品質非常不容易 可是因為楊丁波這邊 他是靠近高雄港 所以很多船員 他就會帶很多很多那種外國貨物 來到這個地方 跟當地人交易 哇 記得他們說 那時候都是從日本跟香港 來的柏萊品比較多 還聽說有船員 他後來就穿了十幾件的衣服下船 然後來到這邊 在商圈裡面買賣交易 其實很熱吧 總之呢 這個地方就是當時南台灣最大的一個 柏萊品市場 柏萊品 柏萊品 好好玩 這楊丁波呢 他成為了高雄的商業重鎮之後 就很多那個金氏商人啊 來到這邊開營樓喔 你知道這新樂街 那時候還有一個封號 叫做黃金街 聽說鼎盛時期 短短一條街 就五六十家營樓耶 但是隨著這個商圈外移啊 人口流失等等的 這樣子的光景好像不復當年 那究竟新樂街 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你看 黃金街呢 已經變成奶茶一條街囉 這短短五百公尺的路喔 就有超過十家的奶茶店 聽說我有一間喔 它的那個珍珠 是用蓮藕做的的 從兩歲到九十歲 都可以吃得很健康很開心 明日還可以喝到飽 我去哪一家 要去哪一家對不對 行 喔 就是這間啦 很大間耶 看起來好像日本 在賣關東族的店 有沒有 都是木頭啊 然後它弄得很有特色耶 喔 我要來聽營料了 妳好 老闆妳好 小姐妳好 我聽說喔 這裡的營料 可以吃吃喝喝 我們提供全世界最大杯的試喝 真的喔 妳想喝什麼 我們通通可以喔 都可以吃喔 對 那我要試這個 蓮藕粉珍珠 珍珠喔 我們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 對啊 蓮藕粉珍珠喔 對啊 這是無糖的蓮藕茶 加珍珠 這是我們 試喝 才不會太大杯 不會啊 喝到飽 喝到爽 我為老闆感到擔心 因為 它試喝 全品項試喝OK 沒問題 我本來想說 它都是這樣子的小杯杯 沒有 它是拿出了一個這樣子的杯杯 然後每一杯都是裝到滿 老闆他就是一個很海派的人 他覺得他的東西超好 然後他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做 所以他不怕你不買 因為他說 只要你試喝過了 幾乎沒有太多人 就是會直接就走人 嗯 我們這個珍珠是為了讓小朋友 兩歲小朋友 他九十歲都可以吃 它軟Q 我Q是用蓮藕粉做的 可能沒那麼Q 但是這個Q彈底 可能的Q 但它只能撐一個小時 因為它沒有化學的東西 所以它沒辦法維持得很久 它除了Q彈底之外 它還有那個蓮藕的香氣耶 香氣 而且它會幫助消化 等一下 我還有一個更大的 還有喔 五菱蜜菇 這個加金桔檸檬 你喝喝看 那個全世界 黑糖也很好吃 加金桔檸檬 加金桔檸檬 我們檸檬可以加牛 加鮮奶 加檸檬 你們都創意都自己想的喔 對 而且這個都很甜 因為我們沒有化學的東西 所以它辣 怎麼辣都很好喝 那金桔檸檬也是自己做的喔 對啊 我們那個是酒爐的 五肚的金桔跟檸檬 哇 還要選這種特別好的檸檬喔 我們都在挑台灣最好的食材 等於是你在這邊喝飲料 不只是飲料 他把台灣很多地方的食材 你看我們那個百香果是埔里 昨天才寄到的 喔 埔里的百香果啦 看到出陸的鮮奶啦 對 蓮藕是牛斗山 跟桃園大園的 我們都是直接跟農民 能夠跟農民拿 直接就跟農民 台灣在地好味道 最好的 先喝到飲料裡面 對 哇 好有心喔 我一次吃到那些 冬菇的珍珠耶 很高興 對啊 因為你說蓮藕茶 也是可以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我們可以參觀 真的喔 真的啊 請進 現在桃園牛在裡面沒有飲料 對對對 請進 我聽到姐姐的聲音了 裡面好熱喔 桃園牛 你好 你好 你裡面這裡很熱耶 對 這邊煮東西比較熱 對啊 我沒想到那 在裡面煮珍珠 前面有冷氣 後面這麼熱 你一個人在後面辛苦喔 還好啦 桃園牛 我剛剛說 珍珠都是用蓮藕粉做的 對 這裡就是蓮藕粉嗎 對啊 這個是沒做起來的 這是 它失敗的 失敗就是沒冷氣 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對 它就沒辦法Q了 我今天做這個珍珠 這個比例 做了四次 我就覺得 哇 那種挫折 我實在不會說 第一次做四次的 對啊 不知道怎樣 怕你們 如果說這一盆 這兩盆 沒做 沒做起來 這成本大概就要 這邊喔 差不多十幾斤 十幾斤 這邊有 就要幾千塊 這邊就要幾千塊了 對 哇 這樣檔面很好 這個 你要用這個做就是 它有時候會失敗 可是 所以很辛苦 珍珠白白種到處都有 有些珍珠真的很便宜 有什麼你想要用 蓮藕粉來做 那種糟糕 那種糟糕 那種糟糕的珍珠 這個 因為 我 先生 你先生 超喜歡吃珍珠 所以 對 我不喜歡它吃外面的珍珠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蓮藕粉 它有澱粉 也可以做 我就在家裡自己做 用搓的喔 你自己用手做喔 用搓搓搓 後來我想說 反正我們退休了嘛 也沒事 都是在玩 不要想說 來開個店 飲料店 而且我們來做健康的 兩歲到88歲都可以安心 開懷地喝 那這個很難喔 你這個講這樣 但是你背後 我們一定要很堅持 第一個 你不能用不好的材料 第二個不能用化鞋的 以前我都沒有發現它 怎麼那麼厲害啊 因為這個東西都是它 自己人花的 它很有耐心 它可以搞到半夜三四點 就為了把這個搞抖 我連蓮藕茶 我煮一煮 我都自己拿去檢驗了 真的嗎 蓮藕茶 我有一張檢驗表 對耶 剛剛我有喝到蓮藕茶 加上蓮藕珍珠 真的是好好喝 那我現在看到的是 蓮藕粉做成的珍珠 對啊 那蓮藕茶 後面再煮 在後面 等一下你們要看 可以啊 可以嗎 好 帶我去看一下 好 謝謝 好 蓮藕茶 帶你看蓮藕茶 我看來到一個 古卡羅的地方 對啊 哇 蓮藕茶就在這裡是嗎 對 是這個 哇 真的是燙燙燙耶 對啊 我們都從早上就煮 煮到晚上 這鍋也是嗎 對對 兩鍋 你手會 沒事 我已經習慣了 鐵沙掌 就兩鍋 哇 這樣要熬煮多久啊 八九個小時 八九個小時 八個小時以上 對 必要八個小時以上熬這個 對 然後他偷偷跟我講 有一些同業 大概熬四個小時 就拿出來賣了 對 在他的語氣當中 我有感受到 他必須要堅持 他的這樣的品質 一鍋 從煮好 然後呢 把渣渣瀝掉 然後都幫他吹涼涼 就是要大概快十二個小時 天涼 也是費工耶 就是很辛苦啊 而且我們處理蓮藕 還要切 還要把它攪碎 你也是自己來喔 我們都自己來 都是 為什麼不買 那種現成 幫你弄那種好的 直接就來做就好 沒有啊 你要來 你要自己弄 很快啊 那個很快 那老闆娘 你看喔 你做蓮藕生豬呢 就已經很費工啊 然後呢 還要再做蓮藕茶 蓮藕茶就算了 你們的品項很多 我們去餐廳 那些飲料店可能就五六種弄好 就倒一倒就好了 對… 我剛剛還有跟老闆點了一個 他說只有你會做的限定版耶 喔 那個抹茶 對 叫什麼 金剛抹茶鮮奶 對… 對… 抹茶要做 等一下去外面比較涼 對… 怎麼喝怎麼說 怎麼喝 怎麼說 可以喔… 金剛抹茶鮮奶 加蓮藕粉珍珠 哇… 欸…很漂亮耶 挺長版的喔 對啊 餐廳上沒有的 老闆娘 我覺得剛剛老闆娘講說啊 你們在做生意之前 其實是已經是退休了 去遊山玩水了對不對 對對對… 我在大陸在上海時 老闆娘你那時候也跟著老闆娘 是在上海時嗎 當然啊 不然早就沒有了 也是啦 哈哈哈… 阿你那時候就是家庭主婦嗎 對… 全心照顧我一個人 對啊… 可是陶貝我剛剛跟陶貝牛聊天 我覺得他很厲害 他很有女強人的感覺 嗯… 對於他的那個東西啊 堅持啊 然後在做的那個骨子啊 那個氣場啊 我完全不會想到 他以前就是一個陪著老公 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我太親陪了 親陪了 他現在真的親陪了 以前我收衣他不敢收了 我現在是他收衣 我不敢收衣 真的 他一定花工作12個小時 他不會累 我們人家問他 你真的不累嗎 不會啊 很好啊… 我說女人的那種韌性跟堅強 我真的是欽佩 當然是愛死他了 你不要以為這個很容易出來 真的 我們做了88次 我剛剛有看啊 就是陶貝牛今天 就是天氣的問題啊 很多因素 其實並不是每一次都一定 而且最好我們珍珠不是演的喔 細桿啊 因為他沒有加那些聯酬劑啊 酬型電的 這些堅持啊 都是成本 但是要怎麼樣可以堅持到現在 你看三年耶 等於是疫情的時候 我們開始做 怎麼能夠堅持到現在 沒有想過說 我真的沒想過 我只是一心想要推廣這種健康的飲料 就是說 讓你喝的飲料 能夠讓你的身體更健康 這好像有點天花會寒 對 我們也覺得好像有點天花 因為我們覺得飲料好像就是 等於一些垃圾的食物啊 什麼的 對啊… 看客人有時候 你吃了喝了 他回想回來的 他會說 哇你們的東西很好 真的沒有什麼 加什麼加什麼 那種感覺真的 很有成就啦 還有客人跟我們說 什麼做工的 我說我沒有那麼偉大 就是說叫我們要堅持下去 我說會啦 我只要我能做 我還是會做下去 就是你雖然看他跟老闆兩個人 好像就是都笑笑的 然後就是退休生活 我以為他們就是做好玩啊 或什麼 沒有他們是把他當成人生的第二春 然後因為有聊到就是他們沒有小孩 所以其實 就用這樣子的態度去 去煮東西跟保護 守護自己的品牌 我覺得他某部分 也要在保護自己的小朋友吧 帶你們認識完老高雄 現在要來一點新玩意兒 你們問我在做什麼 我在打永春拳 好累喔 為什麼認識高雄要打永春拳 因為有一個人他從香港遠道而來的 來到高雄開了一家神奇的糖水店 而且聽說打永春拳 可以幫助他製作糖水 更神奇的是 我拿到了一家福利 還有一個儲方籤 欸 福利加上儲方籤 這家永春拳 你以為你在拍港片啊 想不到糖水店啊 那麼神奇 謝謝 現在非常的戰戰兢兢 因為你看我來到了一個 很特別的地方 充滿了崗位 然後又拿到了一個 廚房籤跟一個福利 然後現在抬頭一看 你看 是令蔡城 林正義 然後一堆的林曉龍 然後你看一看 這是周星馳的 電影裡會出現的角色 一個包住婆 什麼 真的是崗位十足 你以為這些人心就很厲害 是不是 他還有一個 真的是慕人莊 這不是公升球 我覺得應該是 到處都是充滿了崗位 可能都是香港人 你看還有一些中藥行的櫃子 我認真不太知道 這邊到底要賣什麼東西 妳好 好 我不是 我真的要講廣東話 你是台灣人喔 對 我以為你是香港人 那夥伴是香港人 他說是 要找一個神奇的糖水 對 我們這裡就是 什麼叫糖水 原來這個就叫做糖水 你好厲害喔 你可以試試 差不多就開始轉 不要轉太過頭 還沒還沒 你真的想要救他嗎 好啊 我剛剛是一定有力想放棄了呢 什麼叫糖水啊 以地域的不同 在中國南方就稱為糖水 北方就是甜湯 通常糖水會煮得比較稠一點 然後裡面會放不同的食材 在廣東話一般就稱為食糖水這樣 但是為什麼這邊長的一點都不像是一個賣甜點的店 就是有很多的這些中藥櫃之外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那種就是李小龍的這些人型 然後還有一個 一個木莊人在那邊 我們夥伴他是有在練詠春 詠春拳 詠春拳 對 詠春拳運用在我們的熬煮啊 我們的食材的熬煮 那他跟練詠春拳有什麼關係 詠春他是運用手肘去帶動手腕 我們在攪拌的時候 就是我們會以手肘帶動手腕去攪拌 所以這樣比較不好體力 對 掌櫃忘了你怎麼稱呼啊 我叫阿水水哥 阿水水哥四個字 水哥 水哥 所以水哥你會打詠春嗎 還在學 那你師父是誰 師父就是其中一個夥伴 又是一個掌櫃嗎 對 那他在哪裡 你稍等一下 好 我先來等他好了 哈囉 小禮這就是我們的師父 你好 我是打雜的而已 打雜的 我是這裡的寶拳 打詠春拳必須要練習憋氣是不是 對 得罪太多人 不要露面比較好 有 有崗位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子演的 就是真正的高人都是不露面的 然後就會戴一些就是 面罩啊 面具啊 蒙面俠啊 然後其實武功高強 你就是那種對不對 不是相同 我是長得醜 你是長 好好好 你要學這個是不是 師父 如果叫你師父好了 因為我是來跟你拜師學藝的 你學永春拳學很久了嗎 十幾年吧 十幾年了 對 我們有學我們的套路 可是就像英文的ABC一樣 你要怎麼拼出你自己的單字 是很重要 每個人有自己打拳的風格嗎 對 那師父你是什麼風格 我就打雜的 所以我就比較粗魯一點 我喜歡 最特別的就是老闆很有自己的個性 叫我打木樁那個 他就是老闆啊 但他戴面具 那我們先開嘛 好 第一個動作 把他摟下來 跟手 好 師父 你的手會不會很多瘀青 我覺得你都超大力的在打他耶 我們的力到了木頭上面會卸掉 什麼叫做卸掉啊 就是我們不是敲木頭 我們是轉 對 去轉那個木頭 你不是用骨頭去跟他硬碰硬啦 是有點順的 我們互相削掉那個力 喔 好 所以我來一下 所以是 呼 呼 對 他好重喔 通常 如果你要打他的脖子 打橫掌比較好 比較拖的肚子 這樣子嗎 對 那師父啊 你們平常在練詠春 其實手腕就已經要活動力那麼多了 你們還要做糖水耶 對 這樣子訓練不會就是讓手很痠 然後沒有辦法到頭 所以就把裡面的權力 融入到糖水裡面 是真的 剛剛那個水哥不是跟我開玩笑 對 不是不是 是真的 讓我們更輕鬆 那我現在已經學了就是這樣一點點的感覺 我知道大概就是手腕 不是整隻手亂動啦 它其實是手腕的力量 對 那我有沒有機會跟著等一下水哥去感受一下 這個東西的練習跟做糖水的那個節 我可以試試看嗎 可以啊 讓水哥來做主啊 那你面具什麼時候要拿下來 有 改天 啊 水哥 改天 好 改天 我學會這招囉 等一下 再一次 怎麼弄啊 做糖水 水哥 我剛剛啊跟我師父學了一招 就是 這樣我可以做糖水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真的嗎 我們做畫都會借鑒那個 詠春的動作 好 那你現在拿兩個大碗是要開始畫了嗎 對 要開始畫了 好 我看你表演 手肘手腕都放鬆 我們一起倒進去 然後有一點彎曲 它是一個太極的圖案耶 水哥 你的手沒有抖耶 水哥 你的手沒有抖耶 你好厲害喔 然後咧 然後咧 要點那個兩個點點對不對 太極有兩個點點 好強喔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 你剛剛拿兩個大碗的時候手沒抖 你現在點那個點點手還抖耶 哇 原來這個就叫做糖水喔 你看它好厲害耶 它兩邊是超級均勻的 那你可以試試 你可以試試 太極是基本的 你如果太極畫不好 其實也可以再改畫都沒關係 還可以再畫別的東西對不對 對 好 那太極是基本 那我先試試看 天后 慢慢來 沒關係 好 好 然後你差不多了 你就開始轉 不要轉太過頭 還沒 畫芝麻糊有夠難耶 因為我其實以為說 你只要兩手平均倒下去 稍微轉一個圈圈 它就可以有八卦出來 但你如果左右手不平均的時候 它的那個八卦就歪掉 所以我就會學到說 人不能夠得意就自滿 因為自滿的話 絕對會跌一跤 這是什麼 像好像加油見狗的那隻 牛頭梗吧好像是 你這個許最喜歡 我再幫你稍微改一下 你真的想要救它嗎 好啊 我剛剛是已經有點想放棄了 換一下其他的圖案看看 所以客人 如果我今天不想要太極的話 是可以客製化東西的嗎 我們是不會讓客人客製化 但是就是以 店員他們的心情看想畫什麼 主要都是太極 那你現在看它可以救成什麼東西 那個 那個什麼鬼臉是不是 你今天心情不好對不對 萬聖節的 你也可以說是萬聖節的 對 它是萬聖節裡面會出現的某一種鬼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才感受到那個 其實做糖水沒有那麼容易 然後那個練是真的要非常穩定 而且你要有信心 你一次可以到位 那在有沒有遇到 做糖水中最困難的時候呢 困難其實做都不是很困難 困難的是 你在做的時候 旁邊有太多人的壓力 就是這些人對不對 對 我有感受到 水哥你怕你心情不好好 所以剛才手會抖就是這樣子 好 等著我的鬼媽小精靈 好好來感受一下 什麼叫做香港的糖水 快來食糖水囉 水哥 它是要混在一起吃 還是要分開吃 你可以先吃核桃 OK 先吃核桃 好 好濃好綿密喔 而且它不會很甜耶 好吃耶 光核桃就好吃耶 我看一下黑芝麻 這吃的感覺就是會長頭髮 非常非常純正的黑芝麻耶 那你再混在一起吃看看 啦啦咧 啦啦 我顛覆了對於糖水的想法 因為我以前以為糖水就是很甜的東西 然後我以為它就只是點心而已 可是 它現在吃起來它除了很爽口之外 它感覺是很健康的呢 是 所以說香港人他吃糖水 是像我們平常可能台灣人吃豆花 或者是吃一些甜食這樣子 心裡療癒而已嘛 還是它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耶 他們那裡就是天氣比較燥熱 水質燥熱 所以他們會養成了喝涼茶去熱的習慣 就是冬天的時候 你就會給它一點靜補的東西 夏天就會一些卸 卸濕熱的東西這樣 它其實就是跟很多我們 中醫的一些觀念是滿像的對不對 對 所以現在擺出了這一些 你們的這些你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杏仁 杏仁黑芝麻紅棗 很大顆耶 我們的紅棗是新疆過來的紅棗 好大顆喔 這樣看起來 好像油漬耶 那這個是什麼 成年的橘皮 橘皮 橘皮 這些東西都是你們拿來做糖水的食材嗎 對… 我們的食材就是原食材 所以原來其實香港人他們食堂水 它並不是只是食個快樂而已 它是真的是根據養生的方式去食療耶 對… 其實滿多香港過來的人 都會過來我們店吃 因為這個味道就是他們在家鄉吃到的味道 是… 所以其實這家店它有很長的那個故事 你看年輕人會覺得長鮮 因為這東西真的太行為 長鮮來這邊吃 然後可能一吃就上癮 就變習慣 然後一邊老的香港人 一些長輩來到這邊 他們可以去回憶自己的過去 所以這家店其實使命感很重耶 食堂水這件事情是一個文化 但是它又結合到了很多的創意跟創新 所以進去那裡你可以感受到 他們想要保留香港傳統文化的細節 可是它又結合到了很多 就是新的年輕人的想法 讓我們進去那家店其實是 一開始覺得很新奇 然後很興奮 然後吃了東西之後覺得很實在 然後很有趣 還會再想去 對…這就是那個大港橋 你看到嗎 對…再見喔 沒有啦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那個大港橋 它呢是台灣第一座水平式的旋轉橋 在每天下午的三點的時候 還會有一個開河秀 就可以旋轉一圈給你看啦 而且在橋上喔 你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港都風景之外 它呢還是連接很夯的博二特區 還有戰二庫的一個連通道 你知道以前喔 如果我要去對面啊 可能要繞半個多小時 但現在有了這座橋 只要幾分鐘就可以到了 這個橋的對面 有什麼人在等我呢 聽說是一個港都南海 而且呢要帶我體驗一個 連高雄人都不知道的海衛行程喔 一定很遠 港都南海海 一致 很愛小黎 這個是完成品 是寫滿載吧對不對 對 這個不是它那個載沒有寫出的字嗎 就是差不多多了一個人之編 對 那它的用意其實是就是 希望它這一艘船出去 除了漁獲滿載之外 人也要平安載回來 一致 嗨 小黎 就是你 對 我剛剛這樣走了大港橋 就過來這邊真的好方便喔 真的 直接走過來就可以看到海景 但我想要找一個 很神秘的東西 就我從來沒有看到它本人 它叫做大魚旗是不是 對 什麼是大魚旗是指魚很大的那個旗嗎 對 還是什麼東西 不是它是 大呢是我們知道大小的大 魚一定要加個三點水 代表它漁業豐收 喔 那旗子呢就是在新船下水的時候 要掛滿全船 代表說只好船出港以後會滿載而歸 喔 長什麼樣子 我這邊就有帶一個 喔 這邊我們一起把它攤開 港多的太陽跟風可不是蓋的耶 真的 還可以拿來遮陽喔 可以 欸 它很厚實耶 是 對 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是鯛魚燒 對 我們當時是以這個 有經濟價值的魚類 尤其是像鯛魚這種做主要的題目 這個文化是從一百年前左右傳到台灣 就是在新造的漁船完工前三天 再由這個船東的親友 它就會自鎮 每個人送一個旗 把整個船身 裝點的這個旗材餅分的樣子 喔 這個船呢掛越多的旗子 代表你人員越好 這個船東呢 它就有收到四季八方的祝福 每一隻船出海都有風險嘛 你能夠滿載而歸 然後人平平安安回來 其實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所以能夠在出航的時候 有人為你掛上這樣的大魚棋 那是一種信心的加持耶 大魚棋除了它有這樣的作用之外 它還可以被畫得很漂亮耶 它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含義 它是一個藝術品 我們在戰略庫這邊有一個 我們的門市跟賣差 那可以在現場DIY集的 所以大魚棋是有 現在有在販售的 有有有 每個人都可以擁有一面大魚棋的感覺 喔 好耶 那我們去 好 喔 這就是我們的貴位 我們的貴位喔 大港魂 是 然後我們就是在推廣大魚棋文化 好可愛喔 這起開得勝 你看他們把那個大魚棋的很多花樣 做成了帆布包這種文創譜對不對 對 還有我們高雄在地的漁產的一些特色 等於就是買了這個包 然後你就把高雄包回家的意思嗎 對 哇你看 這些東西 毛巾啦 徽章啦 手帕啦 什麼的 這些圖案跟文字都是我們自己創作的 所以大家來的話也可以來DIY一個自己喜歡的包包 可以自己來試試看的 可以可以 喔我看到那邊有那個 是 畫板耶 這是另外一種我們傳統的這個體驗 哇那個 是 好可愛喔 是 我看到它這邊 不是只有畫筆 它有石灰啦 糯米粉啊 米湯啊 還有這是什麼 沙 這是我們在地的沙 細沙 細沙耶 是用這些東西來做畫 對沒有錯 我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畫室就很像實驗室一樣 所以說你們還讓遊客可以畫畫看 就表示它有留下記憶對不對 是 對 要不要來體驗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來試試看 那等一下就交給我們的俗文老師 喔俗文老師嗎 對 來帶你一起來體驗 OK 走 老師一致說要學畫畫的話要來找你耶 我這邊可以教你怎麼來體驗我們的大魚旗 因為我剛剛看到的那個魚旗就是超大的那一種 對 那我現在看到的它很像是手帕耶 所以是完成品 這個是 是寫滿載吧對不對 對 可是它那個載沒有寫錯字嗎 你覺得它哪裡不太一樣 我覺得滿載而貴的載好像是一個車 然後就是它有時候多了一個人字邊 對 那它的用力其實是就是希望它這一艘船出去 除了漁獲滿載之外 人也要平安載回來 所以它就是祝福的裡面 它有多了一個這樣的含義 把人放進去 要把人載回來 對 就是除了漁獲豐收之外 人也要載回來 這字是你寫的嗎 這個書法字 如果在我們這邊看到書法字的部分 是一致老師寫的 就是剛剛那一位長豬男孩 對 很有意境耶 那這個文化主要是在一百年前左右 日本人傳進來 那傳進來以後 也相對的在這個過程裡面在地化了 它發展出高雄獨一無二的 包含吉祥話要怎麼寫啊 文字會做什麼樣的變體 然後魚會畫什麼樣的一個種類 都是因為我們高雄有造船跟月牙漁業 所以就深刻的記錄下來 還有這個很漂亮 這個高雄啊 我看一下喔 好 這隻也是鮪魚 鮪魚 對 它上面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小房子代表什麼東西啊 這是漁船嗎 對 因為我們這邊高雄港嘛 所以每天可以看得到港口的船 對 然後這個 看得出來 你看它是房子 對 但是它是哪一棟房子啊 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位置 就是戰褲群的戰褲庫 對 然後再過來這邊 有一棟這個 這個看得出來 高雄對不對 對 高雄流行日月中心 高雄好像薑餅人喔 我很喜歡加入我們在地的一些特殊的建築物 就我如果不出現文字的話 大家如何從這幅圖裡面可以看出是來自高雄的祝福 今天可以讓小黎體驗我們的傳統上色的方式 好 對 剛才有看到這邊有一個它的完成品是這樣 那它一開始呢會是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它是黑色的線條 它的一開始製作的方式呢 它就是我們先用糯米糊 把它線條上上去 那為什麼 妳是想說糯米糊加米糠 它應該是米色的啊 為什麼會是黑色的呢 對啊 妳可以摸摸看它的感覺 細紗 對 沒有錯 我懂了 它有點像我小時候玩的那一種紗畫 對 它就是先用那個米糠跟糊的地方 然後它就是把那個顏色貼起來 貼起來 對 那妳上色的時候妳畫不到 對 所以說當它就是完成品的時候 妳有那個沙子跟米糠的地方的時候 它就是白色的 白色的 就是布圓來的顏色 就是沙畫的概念耶 有點類似 那我應該可以 那我應該可以 那我們在畫的時候要這樣子 水平拿著 拿著喔 對 要拿著 那待會呢我們也 懸空喔 要懸空 如果說我們用太濕 那它又是傾斜 那我畫的時候它就會 往下流 對 會往下流 那它可能就流過我們這個防染層 對 還要幫它擦優點喔 那要慢慢推 慢慢推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慢慢完成 老師 是 對畫畫那麼有概念 然後又會設計 然後手又那麼巧 妳以前是畫家嗎 我不是 妳以前做什麼的 我以前 我本科其實是念護理的 妳是護理師嗎 對 之前都在北部工作 真的是護理師嗎 真的 真的 就是有點感覺應該是從事 藝術家工作的人耶 我是後來回來高雄之後 然後加入團隊 那一開始是 怡智老師找大家去認識 這樣的一個文化內容 那就說 去那邊就說 既然來了大家都可以 自己畫一幅 那就有點半考試這樣子 但是就有點畫出成就感了 是不是 對 我覺得它們讓人家覺得很 沒有距離感耶 因為一般就是妳看 把一個傳統的東西 然後找回來 然後現在又可以有 這麼精進的工藝 做了這麼多努力 但它們是一個 非常謙虛的團隊耶 然後在講解的過程中 它也不會用那種超難的術語 讓我聽不懂 它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因為一開始我們知道說 這是日本日治時期的影響 然後留下來的一個 祝福的東西 對 那在日本呢 它們比較常畫的是富士山 所以我這一幅圖畫 我就是以玉山象徵台灣 對 那這個夕陽其實也是 藏了一顆元寶在裡面 所以妳要這樣處理 不要再插了 妳看它這樣超用力的耶 這個東西好難喔 妳可以試試看 會有畫一畫 我的樹快沒力了 這個是 那這個夕陽其實也是藏了一顆元寶在裡面 這邊有一顆半顆元寶 從山裡面冒出來 妳的巧思真的很多耶 所以不解釋不知道 解釋之後發現 裡面都是滿滿的研究出來的東西 在台灣其實我們的師傅 比較常畫的就是高經濟價值的魚種 那很常出現就是奇遇未遇 那日本的話 它的圖案就會比較多 可能有浮繩啊 然後還有就是龜鶴這些 那鶴跟鶴在台灣就比較少出現 因為鶴我們就是會有一些禁禁啊 像貢菇啊 然後鶴的話 就可能是駕鶴西鶴這種 就是比較少出現在台灣裡面 可是在日本它是非常好的玉 就是象徵長壽吉祥 有啦有啦 我稍微有一點 對 手很痠耶 所以老師你看我現在學會上車 但我應該會回到最前端 就是我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加上細砂米糠啊 的這一東西 是怎麼樣把它弄上去的 是 那我們到我們奇經工作室的話 會有另外一個老師帶你這樣 OK 好 打擾了 哈囉 來試個試 是 我要來學那個 用那個米糠啊 是會 來做畫那個邊框的部分 好 那今天在你體驗我們傳統米糊的是 印尼 好 印尼老師 嗨 嗨 我剛剛有先學到了一些上色技巧 大家有說過 上色呢 其實最重要能不能成功是要這個邊邊的線線夠不夠扎實 對對對 我們主要這個製成的過程我們都叫它糯米糊 那它主要就是米糠石龜糯米粉 以一定的比例去調出來的 那為什麼要用糯米咧 欸 它才會有那個黏性 然後黏在布上 然後這樣子才會形成防濫層 糯米糊的這個比例啊 巧是不是也是你們自己也發出來的 對 我們一開始從網路上找資料 然後找台灣的師傅 再到日本找師傅去 因為其實每個師傅他們在調製的比例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能知道的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知道正確的比例 那你這樣摸索摸了多久啊 摸了大概兩年的時間 兩年才摸出這個可以爆發的 對 到大概丟了100多鍋的糊 都是不可以吃啊 其實在米糠跟糯米分開煮的時候是可以 只是因為會加一個石灰 那石灰它的作用有點是保住那個糯米糊它們的水分 讓那個糯米糊有那個延展性 那今天就想要讓小儀來試試看 在上面寫字或是畫圖嗎 那一天畫都有看 對 我們如果畫的話就會擠在布上 欸 你手在抖耶 對 欸 它很用力耶 對 因為我們要出力讓它吃在布上 所以我們一定要這樣處理 不要再揣了啦 好 欸 你們平常畫都這樣子 沒有打草稿是不是 其實還是會啦 但是在台灣的一個高雄的吳老師 他其實可以做到不打草稿 整幅於企劃出來 那我現在說我不打草稿 是不是會太狂妄了一點 但是或許可以大概 妳看 妳看就是很狂妄 好 我試試看 會有一塊一塊 我的樹快沒力了 啊 因為我會擠那個蛋糕的花 我就覺得那應該差不多的力量這樣 沒有他們那個就是往 用吃奶的力氣在擠耶 因為它那個東西很苦很臭 你擠出來之外 它還要讓它能夠附著到那個布裡面 所以這件事真的沒有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真的是擠到手的時候發抖了 剛剛老師有教我一個東西 他說在那個年代 我們金色的金 它寫出來的時候會故意凸上來對不對 對 凸上來 凸到這裡對不對 太凸了 對 沒關係啦 妳要多很多很多的金 對 我這貪心 要很用力耶 寫完了還沒 等一下 還要再加東西嗎 妳們畫一幅這個 我會整個都出來 我沒有開玩笑 我才剛剛寫完一個經我的手音在抖了耶 現在可能就比較像是 把糊放在布上 那不過其實我們等一下還會有一個步驟 先灑灑後會在後面噴水 然後再拿一個刮板在後面刮 主要就是讓糊跟布更緊密的貼合 我是不是已經畫出來了 對 這個是 我是不是已經畫出來了 這個是 我想要表達的就是呢 就是一個金嘛 滿在而貴的意思 旁邊呢 是一個獎杯 對 對 就是滿滿的獎杯 獎杯 得到滿滿的獎杯 可是妳們怎麼會花這麼多的心力 妳看妳又是去請立日本的師傅 然後各種台灣聖戰還在畫語旗的一些達人老師 就怎麼會這麼的有熱情的去做這件事啊 因為當初知道這個傳統語旗在好像要消失了 那在台灣其實也找不到師傅做這麼大面的棋子 然後因為他被電腦輸出取代 然後我們就很希望這個傳統語旗的這個製程 是未來還可以再掛回就是下水典禮的新床上 那妳們做那麼辛苦嗎 最有成就感的一刻是什麼啊 就是一定會有想放棄的時候 近期最有成就感的是 就是這樣做做做真的有一艘船它造好 然後它的親朋好友來訓跟我們說 他想要訂製一幅傳統的語旗送給他朋友的新船 哇很感動耶那一刻 對對對那一刻非常開心 所以我們很希望就是之後在高雄和港邊 可以看到我們自己做的傳統語旗 這個東西其實我相信很多年輕人應該也不知道 畢竟這文化消失了就是五十年左右吧 那又是透過一群年輕人 很有熱情的把它找回來 然後他也不是只能綁在船上啊 你看他可以拿來包便當 他可以拿來當手帕 他可以變成就是生活上 隨時可以出現的一個東西 那他離生活越近 他就越永遠不會忘記 最後一個問題我要下訂一個東西 就是結婚不是都會有那個舞台上的十字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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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天我結婚了 好 我可以跟你們訂這個大語旗在上面是寫喜這樣 十字可以可以可以 沒有問題 跟生活結合我覺得這個東西就不會相識 我們把旗子納入生活 所以我們會強調一個就是人生禁忌 就是我們人生都要依服自己 屬於自己的大語旗這樣子 對 好棒喔 目前就是這一壺了 我們每一個人每個階段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大語旗 結婚啊再生小孩 或是在什麼慶祝高壽都有 他真的把這樣的祝福 從船員過去在海上的船地 帶到我們岸上的人 這次遇到的這些人 他們其實是非常的細膩的 他們很細膩的在 把以前的一些文化保留下來 然後呢 在保留過程中遇到任何沮喪 感覺好像看一看這個廣大的高雄港 他們就可以把那些挫折就拋給港外了 所以其實這一趟的高雄對我來講 很顛覆以前的想法 以前的高雄對我來講就是 比較一百九十公分很壯大的一個漢子 但這一趟的高雄我覺得 他是一個一百六十公分很細膩 而且很白皙的一個可愛文青小女孩 台灣有我們的高雄 我們的心情和我們的愛 美麗土地甘大海 台灣有我們的高雄 台灣有我們的高雄 我們我們的理想 台灣有我們的高雄 做月驚出 給將來 做月驚出 給將來 做月驚出 做月驚出